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稀奇的vlog 之后这一次的话 从我的装备可以看出来 我说了一个小的马尾边 对 之后今天我们准备去动物园 这边的话就是动物园 就属于那种 夏天非常火热的地方 所以我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天气 这我还配了我的 小可爱的包包 对 之后我们就要等下见了 动物园快要到喽 路上每个角都站了个小鸟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 我刚才露出了个小头 OK 大家呢 我现在已经到了 完之后我的背痕 就是我们的小动物园的入口 完之后我们就要一起往那边走 确实啊 这个景点跟之前没有任何的区别 完之后我们现在这块买票 好像是蛮蛮便宜一点点 但因为不经常来 所以我们就走这就行 对 确实啊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 实上这个挺好 如果你买这五个 这个City Pass都能去 OK 现在就进去了 说实话 猛的一看来说 跟去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整个这个宜静园 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完之后 今年的这个地图 都还是小星星 去年的话是小老虎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还是按这个地图走一下 就每次第一次映入眼言的永远是这只小山羊 大家如果仔细看欧这个地方 你就能看到它的存在在这里 对 它在努力的吃草 就这个终于到它们的正脸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那个吃的那个是小树叶应该是 估计应该可以给它们鱿鱼丝 但是它们可能不太能吃 小黑羊 看这边是小黄羊 小棕羊 就这个绿荫的整个程度跟去年差不多 感觉就非常的寂静在这边走路 OK 先从澳大利亚开始看起 往前走 第一个的话应该是 叫树袋树 第一个是这种树的袋树 换完之后你看一下它正在这边吃东西 感觉吃得很开心 周这边有一个小鸟 周它非常的白白的 但是它不动 它动了一下 这个是它的嘴在这边 OK 脑子更等 这个更清晰一点 你看它长得就特别像一个鹰的感觉 这边有一个小红的小鸟 它嘴挺长的 有点像那个 那叫什么 火炼鸟是地 就这边有一个那个小的那种 就是吞的 这三个鸟感觉非常的 就是 就是这个小鸟的那个头关特别好看 能看着它一直在这边动 哦 出了个头 出了个头 在这 在这 真的找到太不容易了 这是个蜥蜴 但是就是 活得很那个 你看这个叶子在动 就还有一个小鸟在这 之后你能看到那种小青蛇 它大概的话应该有这么 你看有多长 之后你看一下这个蛇 你就觉得哇 怎么这么的老实 抱它旁边的这个 这俩真的是太老实了 我的天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 这只蛇在睡觉 就是它的眼睛是真的紧紧闭着 反正这个蛇的名字也特别可爱 叫Python 感觉我要写作艳了 这旁边这个小蜥蜴也是有大胖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这个动物的话 它刚才一动不动的 它现在动了一下下 来一下下 你看这个无为由的多么的开心 滑了滑了滑了 天哪 这个真的是 这俩人呆这才挺好玩的 这个蜥蜴跑了 这个蜥蜴在这里 跑得还挺快的 我的天 这爬行速度可以 我都跟不上 这有一个小孩 这边的这个水母真的小到一个程度 就是完全完全看不见 它在动 也在动了 它就是好小 只有这个是水母 你看它们一点一动动 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幸运只能看到小袋鼠的尾巴 以及它在挖坑 没有正脸 现在到了一个小羊区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羊在这里 为什么都是屁屁 我们的老虎又在躺 有点悲伤 12号继续在这边躺 这也不动 但你看 呼吸的挺均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再呼吸 这个起伏 这个是之前那个虎宝宝 它这个真长大了 这个绝对长大了 它之前那时候可能是它的half the size I think 真的每次去动物园 都想找找我在哪儿的感觉 这跟上司的感觉一样 它在这里 like a like a day 终于移动不动地 终于这边到了有骆驼的地方 终于有两个会走的了 我突然觉得好开心 之后这边还有两个骆驼 感觉它们刚才在亲嘴 这个鸟真的是挺大的 我感觉大概得有个 得有一米吧 怎么打可能 说实话 这个豹去年就在这个位置 移动不动的 今年还是这个位置 移动不动的 但你能看到在呼吸了 这个羊里我们还是挺近的 完之后这根脚挺好看 大家注目注意到 就是这个底下有一个很小很小样 就在这个小阴影的shape里面 天哪好可爱 这边有两个正在小缠面的小路 就这一群的动物在这边 老老实实的晒太阳 有一个正在看我 现在有这种讲解了 还挺好的 但东西真的是太小 这小可爱 我看到了两个小菠萝 好可爱 这块的话是我们第一次来 因为上次他还没开门 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长什么样子 哎呀这个门直接就开了真好 完之后它这里面上就是有点像动物 那种救济中心 就比如说你发现哪个动物不太好 他要在这边可以接受一些治疗什么的 比如说这边的话 它可以是那个diagnostic 就是他们会在这边诊断着动物是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你看它就有这种 我估计是X-ray在这边 离近点 就X-ray就是这种 把动物 而且你看底下有那种小毛发 感觉就可能刚救治过谁 完之后这边的话 也是你可以看一下检查什么的 估计这边还能做手术 而且特别像一个lab 完之后有很多这种遗器 之后你看这边还有这种宣传的影片 比如说旧这个是感觉这个像个老虎 或者是豹子 他们说怎么帮它去扎针也好 或者拔牙 感觉这个像 应该是拔牙拔个尺 应该是拔尺 在这给它缝合伤口 好看 你看这边这个教室 这个真的跟lab非常的相近 对 感觉突然像那种初中的 就是能看到那种初中实验室的感觉 完它这边也会给你展示 好像各种他们用过的这种针罐啊 或者那种小的sample 长什么样子 以下就是那种生物科的感觉 完这边就是还有这种 纤维景 哎呦这挺好玩的 看这边也是可以看各种这种小仪器 觉得这边有一些respect 这边有一个花是这种就是彩色的 好好看 像一个小那个灯盏 就是灯盏的时候那种小的 顶上都是那种灯片的那个感觉 哎这四十字还是醒着呢 我好开心 然后 这个好可爱 看这后面这个脚特别可爱 你看这小熊脚就这么大 北极熊在一个这个绿色的背景里面 我就这个值得记录一下 我最大就到这了 他还在看我们 我按照大家往这边看的话 能看这边有两只背景熊 他们是被cover在一个绿色的镜子里 我感觉 翻了个个儿 好脏呀 哎呀脏脏的 你看这俩刚才就在这块儿 老老实实躺着 一动不动出了小眼睛 我感觉他们是真的太热了 我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北极熊 就是多么的开心 这个应该是狼吧 晚舟他现在马上要上来了 我们记录一下他们出山 就真的是从这个山后面 晚舟出了这个感觉 他们又在愉快地吃东西 应该也是掉了一点点吧 说说火烈鸟本来是这边就最好看 因为它离得真的很近 就是我给大家看它近到什么程度 就是出这片河 这就能 你就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到 晚舟 因为它现在有一种传染病 晚舟说鸟就被保护起来了 就不能看 好熟训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这个有一个圈圈 好像看不着 但它就是在那种叫的那个声音 说这边有一个小喷泉 你可以在这个背景上来照相 就是这几个年 有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你跑哪儿我追哪儿 他跑这儿就来追她 你看你看他就过来追他了 人家就说我不喜欢你不要追我 他就说我喜欢你 他就不想追 你看他也往下走 特别好玩 猴子吃的挺开心的 说是吧 有一个小猴子 这长得还挺像人的 说是吧 有一个海行都是挺大的 这俩小鸥鸭想要上岸 结果一个上岸 就是一管轮 就另一个有雕形 看看就很可爱 这边有猎狗的 就像之前狮子王里的那个东西 可能在买东西买食物吧 应该是那种羊 是有在二楼老老实实的带 就是在晒太阳的一个 各位只能看到狮子这两个爪 才挺可爱的 有飞飞可以跟他一起看 好可爱 而且他还在跟你对话 他没有在跟你对话 他都看到你了 实话他的眼神看起来特别的迷茫 有一种就迷茫感 就好似的眼神充满一种悲伤的情绪 正好在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呢 哎 好想哭 这个斑马离我的实在是太远了 但是相机放大又看不清 所以他大概离我这么远 哇这个好厉害 这个时候也近一点点 这个斑马还能看清楚 我们离那个犀牛也蛮近的 我们大概在这儿 把他们撒就在这儿一个躺着 实际上我真心讲 我觉得就这边的动物真的碰到谁 是面还是尾巴或者是屁股啥的 真的就挺运气 看他们想往哪儿转 有个那种非洲的小鹿在这里 虽然这个我不太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们终于在长江鹿了 哇 那长江鹿就很高 哇那真是就这么远 长江鹿在这个远远的这边 第一次看到河马竟然会动 哇 他竟然在往水的地方走 我们要录一下这个神奇的时刻 他真的很少 就是很少很少会走动 我跟你讲 这有看到一次 第一次看到他走动 你看他这个小肥肉 就一下秤秤的秤秤的 他现在要到水里了 下水了下水了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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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真的是看到什么都是运气 你知道吗 就不一定能看到任何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值得纪念 而且你看就除了这个 他正在邀约他 Come on baby 完他就来了 你看周围有多少人在拍照 就这一圈都是人 OK 他要吓死了 但这个是小河马 感觉刚才是那个妈妈 这个可能是孩子这样 我看他那个耳朵上有一个小毛毛 他就在张着这个嘴在这块喝水 天呐 哇太不容易了这个 但他也是真的渴了我跟你讲 他就在这喝水这个车 他在这喷了个喷嚏 我终于到一个小场景录这块了 这个应该中间这个就是他们说 今年刚生出来这个小的 6ft高的这个小场景 好可爱 这有一个小河马在这正在吃那个小马 这个里面又有一个在吃这个小甘草 这两个人好有爱呀 这两个小的 想想想想想他们在cover 这个一个couple之后你往上瞅 这也是一个对couple 他才这么cute 这小猪特别像小松队的没有 这个都动一动的 装我累了我要休息 现在就在这里一直思考人生 这边的小我能说小花野猪 就只有脸是花的 旁边的像野猪 哎呀大喷嚏 挺可爱 一个幸运就在这吃饭 感觉他最起码还挺有互动的 有没有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 你就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正面 就他这几个眼睛啊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 有点可淋淋 还有一个类似于犀牛洞 那他外面有一层盔甲 很神奇 呀 那我们差不多就逛完这几个馆了 之后逛完走天就几个感受吧 第一个就是 觉得很遗憾那个胡脸脸 我就说他没有看到 因为他那个就是停车展出了 几次的话 我觉得就是 就是逛动物园是一件 非常凭几率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 正好抓到一个很好的moment 之后他就会很好看 那或者你可能就刚刚好 没有抓到一个很好的moment 你只能看到一个动物的屁股背影 或者是真的是far away from you 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呀 就挺看你来的时机的 和那个动物当时太严不严重 你的感觉 对 完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感受之后 之前来说还是挺开心的 之后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自己来看一看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大家拜拜 ok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